那么2022年2月18日早上的3点到5点 60年鱼日的日子 那这个日子呢正好是任银年任银月任银日任银时 关于财运方面的愿望就特别容易实现 那么这个日子呢也被称为黑虎日 为什么是黑虎日 银它属水 然后这个水呢在五行里面是黑色 那银呢是银虎所以它是黑虎年 所以在黑虎年黑虎月黑虎日黑虎时 这个时候财运有关系的就容易实现了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赵公明财审 财审的一个主事业 他的坐骑是一个黑虎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去链接跟财运有关的愿望 就更容易实现一些 那么这个时间也被称为四柱浮影 四柱都是浮影了 都是一样的一日子 那这个时候呢 好的人的是极好 坏的人的是极坏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多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不要与人发生冲突 争取不要出差 出太远的地方离家 那多做一些 让自己心情平静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我们平常的时候有打坐习惯的 有站庄习惯的 或者是有念字的 或者是看书的 念经的 等等 这类有关的 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的事情 你发现 你的机会很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